肾好的男性身上都有五个特征 看看你炸了几个 大家好,我是中医徐医生 在中医体系里 肾脏常常被称之为先天之本 在生殖和发育方面有重要作用 男子以肾为先天 特别是对于中年男性而言 肾脏健康更重要 虽然说现代医学中 肾脏与传统的医学肾脏有一定区别 但其依旧是人们代谢畅通 精力旺盛的重要保障 确保自身的肾脏健康 是保持年轻态的关键一个环节 而根据国外一项调查显示 若一个男性在45岁以后 依旧有这五个特点 那么就说明他的肾脏多半还不错 如果您都占权了 可还要继续保持再接再厉 第一点,头发浓密 头发发指比较好 传统医学认为肾之滑在于发 若一个人的肾脏气血充盈 精血充沛 那么他头顶的毛发 也能够得到充足的养料供给 继而变得乌黑浓密 而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 肾功能健全的朋友 对于物质的吸收和代谢能力往往比较强 能够充分利用食物中的蛋白质 氨基酸、矿物质来滋补头发的生长 同时,毛囊细胞与色素细胞的活性也有所保证 因此,发指状况相对好 相反,若头发稀疏,发指暗黄 可得小心和肾虚、肾亏有关 第二点,皮肤弹性好 不有光泽,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代谢器官之一 能够将机体活动产生的养自由基、代谢废物 以及食物中摄取的毒素排出体外 因此,当肾功能下降的时候 过多的毒素和废物在体内不断淤积 借而沉积在皮肤底层 就会使皮肤显得暗淡无光 皱纹、粉刺不断增加 所以,有益于改善自身肤脂肤色的朋友 不妨将养肾作为其中一环 或能事半功倍 第三点,思维活跃 记忆力好 常言道,肾脑一脉 肾好脑好,肾坏脑坏 根据中医总结 肾脏与大脑、经脉之间有所关联 相互影响 肾脏功能旺盛的朋友 他的做事效率更高 记忆力与思考能力也更强 而那些肾虚肾亏的人群 不仅精神状态较差 还会有力不从心健忘死板的情况出现 需要及时的调理 第四点,耳聪目明 感知敏锐 肾经充沛的朋友 其视力和听力状态也更为理想 从临床经验上看 肾经饱满又活力的人群 耳朵看上去更加红润饱满 而且相比于同龄人来说 其听力状况也更胜一筹 相反,肾不好的人群 常常会出现耳饼、耳聋、事物模糊等情况 请注意自行判别 第五点,关节灵活 腰背舒适 肾不好的朋友 往往会有腰间肌肉老损的现象出现 特别是那些久坐办公室 缺乏锻炼的中年人群 腰椎键盘突出 腰肌老损是常见现象 而这同样也是肾脏受损的表现 而且肾脏产生的尿液 还是人体处理尿酸的主要途径 肾不好常常会引起尿酸过高 继而引发痛风、关节炎等严重情况 请及时就医与检查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大家可以关注我 带你了解更多的中医知识 我们下期再见